有请新的三号家庭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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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这是什么门评 什么门评 说什么 叔叔一上来就问门评啊 大家好 孟菲老师好 我是来自美的山城重庆 我叫陈毅 今年27岁 我现在工作是 重庆轨道交通的 移民站无安全员 我的工作是 保护乘客的安全 我未来会保护我老婆的安全 这是我爸爸和姐姐 大家好 孟爷爷好 还有叔叔阿姨好 我是陈毅的姐姐 我们一家人带着陈毅来的 这是我舅舅亲手做的小猪馒头 希望他们争取在猪年内 生一个猪宝宝 那时间可不多了 对 所以今天要加油 加油 好 没有阿姨 哪有满意 不帅 不帅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有请3号女嘉宾 很像安吉拉宾 这个可以啊 身材好好的 身材好好的 好 这个可以阿姨 好 哇 可以 还挺有礼貌的 两个气候 不然他里能不能爆灯啊 好帅啊 告诉你什么这个事啊 我好难受 我也想按 你看 我都说吧 二号都爆灯了 你还没开始说话呢 对 来 先做个字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杨玲 今年23岁 来自广州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念了本科 读的是金融和数学双学位 现在在纽约华尔街的一家投行 做金融分析师 太棒了 他在纽约 我在多伦多 我开车过去已经有六个小时 我还没有问那个爆灯的宝宝 来 二号 好 李嘉宾 我感觉非常的幸运 在这里遇到你 通过眼神 我遇到了对的人 而且呢 我是在多伦多 你是在纽约 我开车从多伦多到纽约很近的 您知道 所以我希望李嘉宾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好 谢谢 她的一切的诉求就是要放我出去 把她从那个门里面放出来 她年龄有点大 32岁2号 年龄2号是最大的目前场上 她有自己的公式吗 她是在哪里读 美国读本科吗 这样的都能读是吧 对 哪里卡还在门 对 她已经拿里卡了 那边是你的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爸爸长得就像个数学家 好 有喜事 喝好酒 这里是狼牌特区幸福守护区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杨里的爸爸 我是全国知名的 海市海上和保险林医的律师 我参加了我们国家海上的修改 非常感谢江苏卫视 使我们有机会在地展示自己 谢谢 好 好棒 是一个高知家庭 好厉害 大家好 我是杨林的妈妈林翠珠 我也是一名寿外律师 好厉害 要中国广州十大寿外大律师 中国寿外律师领军人才 我双博士双硕士学位 然后是 我跟我们家先生是共同创办了 广东宏福律师事务所 国家的广州十大寿外也计划 谢谢大家 我们按了吧 我们按了吧 账品拼购上苏宁为爱而拼 先选一个心动家庭对面 2号 肯定选我 选我了 OK了 我看到有点很怪异的现象 两个人 OK了 OK了 来 6号的爸爸半天没说话了 那你这边我请问一下 你们家都很厉害 很优秀 那你对你的另一半 有没有什么学历上有什么要求 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看松 最理解 因为你们两位都这么出色的话 这方面重视很非理解 我觉得学历不是衡量一个人 能力的唯一标准 世界上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 像扎克伯格 乔布斯 他们都是从大学本科辍学 但是创造了自己的帝国 所以我觉得只要男生 他是优秀的 上进的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谢谢 他这是本科都没毕业的 这个很低的选择 会变太低了 我们先来看女嘉宾的短片 我是杨玲 今年23岁 来自广州 精通各类舞蹈 喜欢旅游 摄影 健身和滑雪 家境英时的我 本可以显一怒马 享受安逸的生活 但父母创造的 并不是我拥有的 丢到皇冠 我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 身材好好 就是这种心肌梗塞的感觉 我已经不行了 抢救了 去年我从Fordham University毕业 拿到金融数学双学位 同年我通过了CFA的考试 CFA很难考的 我开始后悔没有读书了 通过300多位校友的推荐 获得了100多次的面试机会 目前我在华尔街投行 做金融分析师 还不错这个 这哪是还不错 是很优秀啊 太优秀了 我觉得 因为常年和数学打交道 我拥有相对理性的恋爱思维 两个人在一起 有多大概率结婚 多大概率分手 我都会思考和量化 她太理性了 我会喜欢的 目前我的生活 工作第一 爱情第二 我觉得不是特别喜欢这种 太事业型的女生 我们是一类人 她应该跟我走 我的真命先生 你在哪里 在4号 这里 压力大 好大压力 她好优秀 感觉她太优秀 我觉得她肯定不很喜欢我 她太理性了 但是理性是好事啊 刚才片子里面 你那个舞跳得很好 我愿意在现场跳给我们看吗 可以 但是我的舞蹈 可能需要一名男嘉宾跟我一起 8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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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男伴啊 2号 1号 1号会选我 你们不要瞅我 有情点的人选啦 选我啦 很互补啊 3号身材应该比较配合一点 1米8次 弟弟跳啊 来 3号 这边 这个头套 来 等会儿 等会儿 她谁看不见是吧 白来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很好看 来 少爷 这边 这哥们的头歪了 熊的脸朝这边太好笑了 你一直往前走 是不是感觉自信心爆棚 已经飘了 我感觉我心脏的爆出来了 说句实话 就这种女生能把柔美和力量 其余一身就特别好看 就很健康的感觉 对不对 就像ABC给我们传递那种感觉 就是要健康美 才会真的很漂亮 谢谢 我想说的话是 导演组后期剪片子的时候 把三号剪掉就好了 画面相当不好看 如果没有三号的话 还是很好看的 三号 李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可能家庭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嘛 不一样的人的话 那加起来就是两个宇宙 然后我弟弟呢非常的乐观 身高1米87 长得也非常的帅 关注我们家庭 后面会有更多的惊喜 好的 我很期待 我认为刚才三号的姐姐说的是一个 非常实事求是的一个状况 她们来自重庆 一个非常普通的 共性家庭 对 可能和你的父母比起来 可能是有差距的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跟她差距很大 家庭太优秀了 可能两个家庭的匹配度不是特别高 我觉得 其实家庭上的差距并不是 不可以弥补的事情 我更看重的是 这个男生身上的品质 而不是他原生家庭 是 因为家庭出生 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但是你事业中 你的努力是可以选择的 谢谢 说得很好 挺好的 这个女生 很有自己的思想 对 蛮单会对比较好 相同的背景 两个倾家之间 也会更容易不同一点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台上很多女生 家庭条件特别特别优秀的 这种需要客服的东西 确实是存在的 对 它就需要另一半 内心有特别丰富和强大的地方 所以这个对男生的要求就很高 对 1号 我跟阿姨现在也有点着急了 走龙怎么一直不打电话 因为我跟阿姨都很喜欢女嘉宾 但是我不确定龙哥 现在还有没有信心在出来 龙哥 你还有信心在争取一次吗 女嘉宾 你好 我是1号男嘉宾 你好 然后你刚刚出来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漂亮 特别像Andrea Baby 谢谢 然后但是 我觉得你们家里特别的优秀 然后我也压力有一点大 所以我现在想让我妈妈和我的好朋友 灭一下灯 然后希望你今天能够找到你的幸福 好的 谢谢 2号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穆菲老师 你好 我是那个4号男嘉宾胡耀星 我想跟我姑姑沟通一下 来 4号姑姑 姑姑 我觉得那个他们家的条件好像 给我们好像压力特别大 你就可以帮我回碗的一下按灯好吗 我们家胡耀星说 你们家的条件确实太高了 可能是给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不好意思 谢谢 可以理解 5号 现在又被电话打断了 好 来 好 来 喂 孟菲老师你好 我是5号 我想和我母亲通个电话 来 5号 是 是这样 就是女嘉宾呢 非常的优秀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不是很合适 嗯 我们就把灯灭了吧 好的 好的 孟老师 我觉得我儿子很有自知之明 不好意思 谢谢 感觉男孩子都有压力了 太优秀了 那这孩子挺好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女生优秀的话 你首先要变到比她更优秀 喂 还有谁要灭灯啊 我儿子要灭灯了 看来 你感觉这种电话是灭灯还是 没有 我是6号男嘉宾沈玉成 我想公放 然后跟女嘉宾的爸爸妈妈讲话 来 6号的声音扩出来 你好 叔叔阿姨 这边我要正式一点 只能喊叔叔阿姨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 我觉得我们六盏灯 应该是帮你们的女儿亮到最后的 因为你们的女儿她非常地优秀 没有任何的理由 要向优秀低头 对不对 就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我的条件 比不上它 但是三年之后呢 五年之后呢 所以我觉得我这盏灯 一定会留到最后 谢谢 我想要帮你们争持一下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 谢谢 真的 六号 那小伙子挺勇敢的 我对她刚刚说的 看你的爸爸 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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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这个问题 跟对面的爸爸妈妈交流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看中一个人的话 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能力 其实家庭的一个差距 好 要么就是我比你好 要不你就比我差 我觉得不是两个人走在一起的 决定的因素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特别感动的是 我爸爸妈妈 现在给我创造的一切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两个一起打拼起来的 就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 也不是一个非常家境优越的人 但是我在我爸爸和妈妈身上看到的是 他们对未来的那份信心和努力 我觉得在爱情中 不管两个人的差距是如何的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连这一份自信都没有的话 那你遇到其他的困难 我也不相信你 可以非常有信心地去克服 谢谢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我是有点配不上他 但是我觉得若该年之后 我能做到 不一定 这跟自信没关系 跟理性有关系 这个 跟实际情况有关系 就是感情观点 对 我喜欢这个舞台的原因 让我们能看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家庭 他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做的选择 我认为在有人做出自我评价 觉得不太合适 放弃 可以尊重 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6号说的 我要争取 我想要喜欢的优秀女孩 我有勇气去争取 我觉得也同样值得鼓励 对 对 这就是这舞台 我们看到的人生的多元性 不就是这样吗 都很好 在这舞台上 只要在这里 能够找到彼此合适的那个人 才是最重要的 点赞 点赞 是 恭喜你进入到了全力反转 现在留灯的2号 3号和6号 上去 3号 6号当中 留一盏灯 叫杨丽 全部都灭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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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灭我 我感觉还灭我 我觉得我们家特别喜欢你 就是我弟弟非常的独立 有爱心 然后有非常开朗 你和他在一起肯定开开心心的 谢谢 你自己按啊 我爸直接按啊 来看两个家庭的基本资料 孙建鹏 32岁 立体沙画品牌创始人 沈于成 23岁 珠宝公司联合创始人 见面随时随地实时视频相亲 下面进入真爱APP甜蜜情报环境 这是我在多伦多的小家 然后下面我带大家来转一转 这是我的客厅 沙发 这一块是我最喜欢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外面就是唉唉白雪 秋天的时候是最美的 因为加拿大最有名的是枫叶 下面就全是红的 在这里每天可以看到日出 还有夜景 虽然房子比较小 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 在这里还是觉得空牢牢的 所以希望今天牵手成功 能够跟我一起 在多伦多生活 那个人会是您吗 下一条 我带我妈去玩滑翔伞 休闲型老年运动 一晚上没睡觉 算不出去了 我妈害怕死了 好害怕呀 也不是特别刺激 也不是特别害怕紧张 要看谁带你 如果说带你的是个欧洲人的话 那就完蛋了 那我就是欧洲人 他自己喜欢玩的这个惊险的动作 然后把我带着360度大旋转 记得我从来不怕地开口说英语的人 我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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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 看得出来了高兴得一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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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跳 13位中药祖方守护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蔓延树您提问时刻 来 对两个家庭 我想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想改变你们儿子身上 一个缺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什么 好刁钻 好刁钻 他一工作起来 就往下睡觉了 腿也熬夜 我们好好说一个缺点好不好 好像我儿子没什么缺点 可能在妈妈眼里的孩子 都没缺点吧 我缺点很多 真的很多 就是太多了 多如牛毛 好 叔叔 你还想看几号 用看 我自己知道 海澜之佳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2号 6号 张导演啊 哪边我说话杨丽能听到吗 他听过的 那你通过谁转 你可以转给他吗 对 你听我的 好吧 正品拼购上苏宁为爱而拼 下面公布心动家庭 2号 2号 空缺 什么 刚才我就发现在选心动家庭的时候 好像他们两口子有一点小分歧 还是什么 不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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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OK了 好 爸爸比较坚持 但是我觉得叔叔其实挺认真的 叔叔你 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小超跟 对 我是 其实我们就非常认真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我们感觉的就是说这个 目前来看这个令我们心动的选择 心动的家庭我们是 还没有 还没有 那就不要选了 他女儿没有什么 其实他本身家庭潜意识的要求很高 不是很尊重大家 要是我 我会这样说 我愿意在这个舞台上给每一个家庭平等的机会 对 而不是没有哪个家庭让我心动 都很优秀 所以很难选择 那样说上去 可能给别人的感受要更好一些 这是我的想法 对 他们自己是心里有一个恒浪的标准 对 对 来 两位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们都来自北美 然后你也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 我当初去多伦多的时候 也是自己一个人去 一个人都不认识 在那里打拼了八年 在别人眼里 他们都看到我们朋友圈特别的光鲜亮丽 但是我知道其中的苦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特别欣赏你这一点 你的独立 你的坚强 但是我想对你说 你也有你自己小女人的一面 如果是有时候你累了 遇到错误的时候 我能在你身边对你说 没事 有我呢 谢谢 我特别能够理解留学生 在外面的不容易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 这个话题打动我的 我觉得他会选 匹配度要更高一点 对 会好一点 对 6号 女嘉宾 你好 我20岁的时候 我拒绝了去英国读书的这个选择 选择了自己出来创业 也就是你刚出来的时候 我很后悔 我说当时要是出去读书就好了 说不定到时候还能碰着 对吧 还能近一点 但是等我上了这个台子呢 我就觉得 我还是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 对的 我13岁开始 每一条路都是我自己选的 然后我走到今天 然后我有这个勇气上这个台 因为我觉得 以后都是未知的 那像叔叔阿姨的话 可能我们都不够让你们心动 但是我觉得 与我而言 我今天必须要上这个台 因为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以及对自己未来的自信 和这种憧憬 和这种憧憬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 必不可少的东西 对于你的话 知道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我觉得我跟你说一万句话 不如我跟你说 我们下个月去滑雪吧 我都是你接着的我都清醒 哇 心动化还好吗 哇 说好 真说好 如果可以重新开始 或者说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是会依旧放弃学业 去自己创业呢 还是说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为什么 我会放弃 我会选择跟现在一样的路 选择了就不能后悔 男人要把自己的路走到最后 谢谢 对 棒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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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喝口 长知识 追爱 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 我最后的问题是 我想让两位男嘉宾 从一到十分给自己打个分 同时也给对面的 另外一位男嘉宾打分 并说说为什么 我给自己打7分 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然后我给对面的男嘉宾打6分 我觉得他太会说了 我就真的太激动了 太会说了 气死我了 对啊 真气死我了 有道理 有道理 你来 我给自己打3分 1分学历 2分事业 我这辈子我不想达到8分 9分 10分 我只想达到7分 但是是我的7分 给他打几分 给他我觉得可以打到6分 这两个人打分你怎么看 如果你给对方打的分 比你自己高很多的话 说明其实你是个 不是那么自信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给对方打特别低的分的话 那说明你可能是比较自傲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度是非常地重要 真不要这么强势好不好 不是 这个很重要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你的选择是 孟爷爷 实在是不好意思 有不要打的 你说 因为啊 这个女孩的爸爸的 有一个意愿特别的强烈 她就是不 有一个意愿特别强烈 她必须要在此刻说 你看她脸色已经铁青铁青了 真不要这么强势好不好 不是 不要强势 不是 不要强势 不是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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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到了这个杨林 你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那么爸爸的意见就是 就说这次是不牵手 这次是不牵手 叫杨林全部都灭了吧 不要这么强势 不牵手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我觉得要饭吃了 我觉得她爸爸这个样子 就不能那么亲手 找不找都不重要 对 知道 现在还可以灭灯吗 这个家庭很难融入 要求非常高 口上说不注重这个家庭 其实你的心里面 那已经有很明显的答案 从最开始没有选新东家庭 就代表他们其实是很有要求的人 有点标理不一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 我喜欢把真诚 就是OK就是OK 不可OK就是不OK 我觉得女儿 你自己来决定 好不好 妈妈尊重你的选择 不用管爸爸的 不用管爸爸的 我觉得相对 夫妻两个 我认为妈妈的意表达更好 我实在是邓不贵叔叔了 他已经要飞出去了 他马上要 对对 女儿你自己选择吧 你自己的生活 自己选择 来到这个舞台 每个人都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可以选谁 也可以不选 但一定是符合你的心意 而不是听你父母当中谁的意见 这个舞台的规则自己决定 你的选择是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钱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钱 我觉得父母的祝福 是对一个婚姻最大的一个保证 既然叔阿姨这么说了 我选择退出 什么 我没听见 最后一句话 我选择退出 有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提醒您精彩 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钱 我觉得父母的祝福 是对一个婚姻最大的一个保证 既然叔阿姨这么说了 我选择退出 什么 我没听见 最后一句话 我选择退出 同意 同意二号 放的 对的 对的 在这个时候 女孩都没有表态 你为什么要退出 我也有话要说 来 我跟二号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我现在的确是 配不上你们的女儿 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自难而退 但是真的 家里人的祝福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在海外的 你能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已经很短了 我觉得对父母要好一点 不能跟父母有像这种 非常大的争执 所以我觉得 我尊重父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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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配不上的原因 不是配不上 两个人在一起 家里人的重视程度 也是很重要的 假如家里人的那份祝福 都得到不了的话 我觉得两段感情 是肯定不会走得很远的 我的工作好像就是 永远都要处理这些事情 每次到了最后的时候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冒出来 我想先问一下2号 嗯 你在刚才过去的 这将近一个小时里边 表达了很多 对这个姑娘的喜欢 对 我真的是很喜欢她 那你现在回答我 你选择退出 和女生的父亲刚才的话 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有关系 6号 跟2号做出一样决定的时候 跟女生的父亲刚才的话 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我觉得50%是我上来的时候 看到她们没有选心动家庭 但是我仍然剩下了50% 对于她们的期待 然后在刚刚的那一会儿 我剩下的50%可能已经去掉了 好 我明白了 这会儿我得问你了 好 好 在你爸爸刚才说了一番话之后 两个男生都觉得 听完了你爸爸的意见之后 都觉得放弃了 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理由 因为你爸爸的态度非常明确 从一开始没有选心动家庭 到最后让你谁都不要许 我觉得他们俩做这个 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那你对你父母刚才的意见 刚才表达的那个 你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首先我是非常尊重 男嘉宾的选择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舞台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进和退 对于我爸妈的话呢 其实他们可能也只是 非常的希望女儿能够找到一个 他们觉得匹配的好的家庭 我并不责怪他们的心态 但是我想补充一句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 独立有主见的女生 像是我坚持要出国读书 然后读书完之后 坚持要留在纽约找投行的工作 都是我自己的坚持 我爸妈一开始都是不支持的 是我自己日日夜夜地争取 才获得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其实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坚持也是一个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的品质 谢谢 你刚才你父母 其实是两个意见 爸爸的意见叫不选 对 妈妈的意见叫你决定 对 你更喜欢父母当中哪一个意见 其实我更欣赏妈妈的态度 我也是 谢谢 女生是不错的 但是结婚就像你说的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对 对 对 这样的父亲 对于我来说我很难去接触 去沟通 对 我很喜欢她今天上来的所有表现 长得漂亮 身材好 聪明 独立性 很优秀 我从头到尾在观察一件事情 她有没有在什么时候 表现出那种强烈的优越感 而给对方特别大的压力 没有 没有 还真没有 并没有 这个女生身上我认为最可贵的 正是这一点 这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不分男女 当那些长得帅的男的 长得美的女的 有钱的 家境好的 觉得因为我美 因为我帅 因为我有钱 因为我有地位 特别不凡的 出众的履历 所以我有资格 对对方提出 任何极其苛刻的条件 我认为 这就是我不愿意看到 年轻人身上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优越感 都来自于缺乏见识 和缺乏悲悯 最高贵的优越感 是不会给别人造成压力的 这一点 这个女生做得很好 谢谢孟老师 爸爸做得不好是吧 你的父母也很优秀 但是他们确实给了 那六个家庭和年轻人 很大的这种点 所以这就是我 最后的一个问题 你的父母不同的表现 你更愿意听谁的 相比之下 我认为你的那个回答很好 你在美国的生活 印证了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的生活方式 和选择你爱的人 但最后这个决定 依然形成了 我们尊重每个人 最后的决定 好的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男嘉宾 谢谢孟老师 通过眼神 我遇到了对的人 如果是有时候你累了 遇到拖着的时候 我能在你身边 对你说没事 有我呢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 对啊 我如何当面万派 太多人了 我解决你 你才能和你 当时在场上的话可能会倾向六号男嘉宾一点 但是从刚才打分的问题上 我还是觉得他们对于爱情不够的自信 我觉得对爱情的自信 和对自己未来的一份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他爸爸今天有点太过着急了 这也是对女儿不信任的表现 但是他又出于对女儿的爱 那我也理解 因为当时也肯定自己也比较急 那么另外到这个时候动态也比较差了 不过平时动态比较好也是自己这么说的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就说 电视机前的男生们 如果你们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女孩的话 其实可以尝试地跟我联系一下 向真爱APP关注你的心动嘉宾 邀他与您实时视频聊天 感谢传承300年调情书与好容颜的 广月远订坤单 为本场女嘉宾提供暖性礼品 谢谢收看今天的新乡亲大会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平台优酷视频 上优酷看新乡亲大会 观看更多幕后花絮及精彩内容 感谢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澜之家苏宁拼购特约播出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君乐宝账知识了 感谢欧派衣柜 真爱APP 蔓延苏宁 ABC和广月 顶坤单